大家好,我是佳麟 我們今天來到台南要帶大家搭乘台灣好行西濱快線的專車 那首先我現在所在位置是新營火車站對面的61線公車站 今天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來買車票啦,GO!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一日郵票券 那我們今天要搭乘的西濱快線可以看到 一共會有經過13個景點,而且其實下面都會有一些時間 但是要特別注意,因為有時候這個時間會有些變動的 所以記得要鎖定官網的最新資訊喔 這條西濱快線非常特別,雖然說從台南出發 但是中間有經過嘉義 上次我們現在所在的嘉義附帶就有個非常特別的景點 叫做高跟鞋教堂 這也釋放很多女生夢想中的拍婚家聖的名字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全台灣最大的王爺信仰中心 南寬生代天府 這裡在日治時期經過重新修整 在石雕、彩繪、檢黏上皆展現了高度的工藝水準 而被評為國定古蹟 香船在很久以前曾經有漁民 撿到一艘帶有五尊神像的小船 於是就把這些神像給供奉起來 每天早晚奔香摩拜 沒有想到從此之後只要出海捕魚通通滿載而歸 而這消息傳出之後也讓香火星越來越鼎盛 就決定在這個地方興建廟宇 也要這裡成為了在地的信仰中心 我好是不是覺得很熱鬧呢 在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每年的11月其實廟方都會舉辦平安演技的活動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一起來共襄盛舉 來到西濱最有名的就是鹽業文化了 像是我們會經過的鹽田 都是台灣著名的用鹽產地 而除了鹽之外呢 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產業就是漁業喔 像是江軍漁港或者是馬沙溝 都是非常著名的出海口 而在這裡可以品嘗到海鮮之外 也可以欣賞到海岸風光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七谷鹽山 這裡是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曬鹽場 同時也是台灣工業用鹽的生產中心 近幾年更是轉型發展觀光產業 所以園區有非常多的DIY設施之外 也有些遊樂設施非常適合帶小朋友來喔 那現在走跟著我一塊來爬岩山吧 這裡呢在12月的時候 會舉辦一箭雙雕藝術季的大型活動 當時候呢會展出比現在更多更特別的藝術品喔 喜歡藝術創作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囉 今天真的是非常充實的一天 除了體驗到了廟宇文化 也在七谷鹽山拍了很多奇蹟美照 是不是覺得意猶未盡呢 其實呢透過了台灣好行西濱快線的接駁公車 除了省時之外也省了不少體力 所以希望之後還有機會繼續開箱更多好玩的景點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